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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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ploded第三星期视 until royal . monitoring 如果 admiralik 大家可以投赏一辈子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 各位大家好 香港有班人想要思考今天的變態 就是那些頭轉金鑰匙出生的人 要思考畢業後 那些要打工或創業 是那些要負擔個人或家庭生活壓力的年青 一致比較標準是看哪個選擇 可以令你更容易免長生活壓力 免長生活壓力是一輩子的競賽 如果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要通脹和收入貶值 壓力亦會持續不同階段的累積 好像是公養父母和成交浪失 生活壓力在船頭會越來越大 你的目標是要去跑贏它 而在香港有三班人 第一班人跑得很快 它持有加累積姿態的能力 是跑贏了雪球 還有錢享受工程的物質生活 而第二班的中產 即是N5人士對象 跑贏大使以下的人 要不斷跑去避開生活壓力 第三班的窮人 沒有辦法堅持其力 要社會輝助 如果我們以便 除生活壓力排斥了的話 最理想的出路是一、三、二 一是沒有收入壓力 為何三好過二呢 因為香港的社會安全網 是一個個人需要設計 或者一個人一群如洗 他的工作可以先排斥、減租 家裏越多小孩可以換大間屋 同時正避入紙座備 使費加大的項目 又來買顏色 孤雅 也不提供到醫院的門診 只是有舒服規格 縱容每個人給二千五百萬 才是我們吃東西、搭車 社會安全網已經負擔了 私人市場絕大部分的開支 同人是不得名富裕 但他們肯定不用擔心生活 會用一群樹球給予 他們的受傷被人抬離賽道 反而第二班人最慘 樹球跟著他一輩子跑 如果突然失業或家裏有什麼緊要開支 除了樹球中大座之餘 你還說有可能中途多幾下 那怎樣可以做到第一、二、三班人呢 當創業成功就會成為第一班人 其實創業成功一定高 而明天有不同方法集資 例如做天職、眾籌文資助等 有九十九大學的時候 在英國做代購 畢業後用十萬元 即速開了一間人產公司 每月營利過十萬元 而九高班就是林海元 當年大學分業之後 跟另外兩人兩萬元創立 現在市值得達七十八億 即使創業無法發達 但失敗、破產、收場 他們就會成為第三班人 因為社會安全網非常完善 所以他們可以勉強生活壓力 選擇打工的 最大多數會成為第二班人 根據統計轉一百年的數據 總共月營中位數是一萬七千八 即使未入四萬以上的 也只有一成四人 總共大部分大工制 總共萬幾兩萬人工 我用公屋的入息上限 總共用大部分的錢來租樓 即使多十年 節衣送食 總共不首期 但因為通脹或假聲風 隨時連樓都買不到 用我的生意獄女 保障退休生活 總結來說 創業最好就是博到發呆 博不到社會都會接著你 一是好結果 三不是差 二是穩贈你輸一輩 所以我當然為 明天要留下創業先分隔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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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有個內容 跟我們說什麼呢 也有跟我們說 其實都是要看物質生活的 我方都不反對 沒錯 我們今天要看 行量準則 就是看打工還是創業 對清潮在物質和精神上面 哪個質素更加好 要討論面題 首先要了解一下 面題所設立的討論背景 也就是香港的經濟環境 香港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容易受 外圍因素影響的小景 對我開放經濟體 同時間吸引了大量 跨國企業來講發展業務 這次形成了一個高度的競爭環境 而今天我們討論的 就是正正在這種情況下 一個剛剛畢業 踏足社會的青人 究竟是職業創業還是打工呢 我發行量準則在於 對於何者更能夠提升 先年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素質 我方今日正立面題 原因有二 第一 打工穩定性較高 更能改善物質生活 在香港現時的經濟環境下 要創業就需要面對 龐大的租金和人力之成本 根據全球展望報告指出 香港繼續成為全球 寫字樓租金最高的市場 而根據得意志銀行 都會發會員的年度報告指出 香港人決心排行全球第23位 平均達到2萬多港元 可見對於剛剛出來社會 工作的青人意義 根本沒有能力去負擔創業成本 就算被你挑衡創業 但根據投資推廣署指出 海內及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 直至2016年已經達至8000間 到底作為一個不青人 又如何與發展成熟的 大型化國企業競爭呢 反之在大量和大業有質素的企業 進駐香港的情況底下 正正為五青人特區 提供了大量穩定高增值的 競爭階梯 包括打工可以有穩定的收入 有助1000人累積財富 從而改善物質生活水平 第二打工的精神壓力比創業要低 香港經濟環境會 已受到歪為經濟環境影響 例如香港經濟過金融海嘯 歐債危機、中國貿災等等 而每一次都不是香港可以負責到 但是有因而受到波及 對於剛剛步入社會 毫無足夠經驗和資本的1000人意義 又如何形成這些經濟轉變呢 再加上小市場 早已被蒙60年代成立的香港大財團 例如柴火和橫地等企業鑽斷 根據領館監察業的調查 廢言所相見證 20年間領館市場的總店舖 量數量76% 部分商場更達98%以上 反映小商戶無心傳統間 現今可能小店被迫跌熱 市場者又如何能與這些大財團競爭呢 創業難,但首業更加艱難 青年選擇創業 章業承受極大的精神壓力 相反,由於大財團在高度競爭的香港環境下 必須爭奪人才 今次創造了大量高薪厚職的職位 根據勞服務的人力資源 推算報告指出 金融服務業的人力衰投 平均會增長2.28% 而香港亦缺乏大量的專業人士 如醫生、熊慈等等 將此香港的實業率一直維持 在2.8%的一個極低水平 可見在香港並不難找到一份有錢 競爭和高增值的工作 即使有不同的原因離開 要從商賺工,要商量不得多 承受的壓力,遠遠比創業少 再我想問有可能學 在香港這個長期的高 和經濟感波動的社會底下 明知青年人又如何成功創業 和殺除人的越路 而試過得比大工更加有質疑的精神生活呢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急著想去注意 前者公別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 社的次序 裏面是法康分子 第一格醫院發揮次序公別分數 第二格心啟是法康分數 一分鐘是成功創業,成功可以到自發達 是的,因為有發達,重點是我們發達後可以連續到生活壓力,是否成不成功 成功,但這個前提是要成功創業,所以哪個成功創業 如果有發達,可以導致連續到生活壓力,可能有可能 香港打工的人,有多少人真的可以通過打工而換取到他們的生活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打工的話,其實情況在2.92年就可以升到積極 而且我們看到情況下可以升,就算是小工師,就算是每年的升工 都有4.1%這樣可以維持到,升4.1%如何維持人所需 但如果我們做其他跟職業的溫室的身份都不同 譬如我們看到有些,如果你是做一些數據倉庫的那些不明明的話 其實那些升工是可以加深受到的 加深受到的關係,如何導致他可以不有身心的所需 但如果我們得錯而失敗了,你破產了,你又有甚麼資料 所以你打工做了,你做的永遠都拿著同一份油工,就算是升工 但你都未必足夠的東西,很多東西是身心的所需 所以都是假如你當下的調味資金的時候,今天有空與我 林鄭打工可以應付給你 那方已經很恐怖了,現在我們做事不是每年都拿著同樣的深酬 其實做了一年之後,我們有相應的 那方明白我們剛才說的,一路拿著一個深酬 而是你今天拿著同一個問題,而是你今天每年 上升的時候,上升的時候都追不到 文革通脹這個程度的時候,今天你忘了不開 但也不可能會追到文革升工的時間 我們現在要通過創作這個機會的時候 來通靈自己去治療,可以自己去做第一班 去過一無神,無陰無禮的生活 有朋友會說,我一步,但是我們看到你 才能穩定,能夠一遍升高的上升 但是如果賽者現在過了一潰,就可以不過散 你去過散,你去過散,你去過散 再換一路 現在是很不正常的地方 我今天成四樣的�人都會看到 我今天穿過散度,反而有些人及樂orted 你覺得自己有一些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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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你覺得自己會去過一日 有點緊急的 你覺得自己會去過一日 我今天成四樣的地方 你找到或者你自己會去過一日 你再坐過去,你坐過來多了 我看到的是現在 你剛才說你成不成是要看過人語的 是的 有可能成要看過人語 我們看過人語 另外贊師會的研究說出 八成的青年都希望打得多於創意會 我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數字 是不是多人想做 是一定要成功的 我即是公文不否認多人想做 知不知道為甚麼 今天這麼多人想做 其實很簡單 你今天八成人想做都是因為創意不容易 今天有同學你知不知道創意是要甚麼成績 我們看今天的環境 我現在是一個成體上的 如果你根據個人意義就判斷 我會找些更加 個人意願有像我剛才承認了的 我請問你 你知不知道創意是需要甚麼下股的成績 你就是需要足夠的資金營養成績 有同學都知道資金很重要 例如中間為人工 今天有同學想問一下 現在原來香港人工平均是2萬元 有同學你覺得邪不邪是一班生年人 有同學我們見過的數據 是現時的平均人的工作 才是收入去1萬7千元 請問有同學 有同學都經常是高的 如果1萬7千元你覺得有病 就要邪幾個人 一班青年人就成不成單了嗎 但是1萬7千元根本就很喜歡人服務 有同學都答不出成不成單 你也知道是難的 你不能夠容許成單 我想問一下 你從中間上原來你發現即使你找一個生蝦電工 連連接5月平均2萬元的中間 你覺得他成不成單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就算你現在收入8萬7千元 沒有人工業 就是難以為何科 那我相信之外 有可能你一未看我講打工不好 但從來都無論證明 創業是容易 是比打工好 你也聽到的就是 原來打工平均3年就可以升職 現在升職1就可以升到2成的人工 如果我跟羅方明白為何打工和做2個創業 穩定的創業 我相信2成就不夠 好嗎 好嗎 還有各位 大家好 創業成本功能 支援健全經驗 打工收入較為穩定 我幫助以上的3年 就將創業算死罪了 但我們在 今天有方跟我講 就算打工的收入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今天都比創業 沒錯 我方承認 但我方看見的是穩定 穩定這樣去壓10年20年都沒有出口 總統所講的打工可以過得好 限制10萬億個月 事物在香港還是去年有多少人 我估計10萬個月呢 當然就包括一些專業的人士 例如是醫生 或是私業等等的專業人士 據大陸局所據顯示出 100年有50萬個種目的不醫生 但只有2個8星人 輪到入到一些專業的大陸科目 例如環球金 由醫學和老闆等的 高企申電科目 高企申電科目 使得的 全大部分畢業之後 變均起伸電 只有17,500元 台方和港說 現時租金 物價樣樣貴 當今見到8,000元 都只是遭到劏房 在扣事業的約束業開支 17,000所剩無幾 破譚存夠錢買樓 他又說將商法案 看一看運動創業情況 不止打工 而監督開支制作 例如是90後的裴小姐 她創立了香港 未知協會去配用美設施 現時會員平均收入 可達到20萬 那方和我正正面見到 創業可以再增大 給你應付日常開支的責任能力 另外也不如說 顧慮青年 欠缺經驗收入 我們就不要去創業了 其實我們看經驗 並不是創業的編業條件 例如很多現時的科技 相關初創企業 都是年輕人 去大行 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面書創辦人 馬克在大學未婚的時候 都已經創辦人 因為大禍成功 所以我們問清楚 究竟我們要有多少責任 有多少經驗才可以去創業 究竟有跟我們所說的經驗 我們看到打工都是工作經驗 那大案很足實習 當然是否我們不應該去打工 有個同學 另外有個同學同學說 打工靠薪金就足夠練習生活 但看到即使在麥當勞 初初入職萬二萬三元 即使被你鼓勵 這樣做到分店的經理 只有兩萬元左右 就算放眼 提款之內 入四萬 一萬四租樓 萬六生活所需開支 只得一萬儲器買樓 我還說做二、三十年 才能離開首期 到已無閒錢 他再去隱瞞他們的負責人 他有生活 但相關創業的收入成功 空間 業的打工更大 亦都沒有重逃 就像九十後的黎小姐 創立了封關公司 第二個月的生意 已經開頭二十萬 表示根本 他計算是苗市 生活開始更加不安心 因為吃飯吃的溫和 不要再在這兩萬元逃避 應該盡你們的責任 去提供打工智慧的實質 導致 歡迎光臨 主持人 評判 雀俊 大家好 今天我和我們的比較的準則 其實都是一樣 只不過我幫你提到一件事 就是年輕人的生活壓力 精神上升壓力是多少 今天分行政變態成立的重點 其實有一個錯誤 其實有一個詞節在 就是假定了你創業必然會成功 但其實他們今天就沒有實際提出 究竟有多少人 多少青年人創業成功的數據和例子 他們說來講的只有三個例子 但那些只是萬中高人的例子 又不如想監装數據 還有還有第二點 有朋友論證變態 我們是要比較一下創業 以及打工 哪一件事對青年人更加好 有朋友只是不斷沒有比較 或者是說回我們打工 可能有什麼困難 又怕可能出不上通脹 但從頭到尾沒有比較 究竟如果你失敗了之後 到時過產 只能拿著縱戶的話 如何跟打工的聲音相提平衡 首先要講正面題 首先我們先看 究竟能否維持到生活的質素 哪一件事是更加好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 有個台中認為 現在新出來的青年 他們的聲音人物 經驗都不足夠了 在這個前提之下 要設立一個公司的企業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再看回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來打工 有穩定性 是有穩定性的 其實在講的就是 我們現在打工 根據人力支援學會的驗證件事 有38年 2個巴士的機構 有固定的發行制度 而且固定的生酬 也有勝負 有94個巴士公司都說了 在2018年的時候 又曾經提升 即是有提升到 他們的薪金的幅度 還有我們最終就是 現在都清晰出來打工 打工一年 例如可以升幅到 薪金的5個巴士 其實相比 如果你說 如果沒有錯 全部都一刻的話 到時我們失敗了的時候 究竟哪件事是 對情勢不累積財富 甚至是可以上樓 公養家人是更加好的呢 還有我們看回 就是這個精神層面上面 其實我們看回 有否跟我們論證 都沒有扣回香港經濟的力氣 現在我們就是在說 香港經濟的力氣 很容易受愛惟人數的影響 其實我們見到 就算創立了公司之後 其實我們都要時時刻刻 看著數 也要想想營銷的策略 還有我們還要想一下 到底可否吸引到 投資在香港 投資到你那間新創的經驗呢 其實如果到時我們破產虧損的話 到時其實我們翻山 還有我們拿著一個 失敗了一個經驗 去投資 去打工的時候 其實這些投資 有公司可以生理 還有我們看回打工 今時就算沒有了這些分工 你拿著一個 以後的以前的工作經驗 去投資的話 其實那間公司是可以請你 成功的記錄是會容易過創業很多的 所以今天可徒 你不要再封鎖一些小數的例子 必須幫你交代 究竟有多少創業的成功的數據呢 多謝各位 各位 請我來 我來 請我來 我用一個小小的時間 一輩子 這輩子 是雙胞胎 很濃 很濃 所以這輩子 有一個小小小小 是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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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有個同學跟我們說 在電梯要提供物質生活和精神 生活所需要 我們就跟有方同學一邊看看 有方說要追求物質生活 打工可以去中東 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有方說最近多了律師 醫生的醫院可以給他們做 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頭三的廣大中大這些學校 提供的醫院根本就不夠他們 提供不夠的學位 給他們將來出來做醫生的時候 今天就算多了頭空這些位置 也不代表人們必然得到這個職位 今天有方說人們可以拿到這個薪金 是說過他 昨天有方說 現在多了很多高薪候席的工廠 但今天有方說這些 多了高薪候席的工廠 為什麼有方如何論證 到現在的月入中位 是17500元那麼少呢 如果有方說到這麼理想的時候 他應該每天都看著高薪候席 生活無憂 在過去的打工 生活過的職位 所以根本就不是現實情況 今天有方說要追求精神上的生活 今天打工就沒有壓力 今天有方說的 我們看到政府的統計出來說 而入中位數過於1.8萬的人 有超過15個班的人 可以收工 再超過60小時 這些是不是有方說的 追求精神上的生活呢 到底被他們這麼大的精神壓力 今天有方覺得 打工是為什麼壓力 不大呢 有方說不過去 其實今天有方說 香港很受過的經濟波動因素 影響這些波動產對 但其實這個是整個 香港都從事面對的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 不單是錯誤自由會受這件事的影響 打工也會受這件事的影響 這個整個香港的經濟狀況的時候 根本就不同關於錯誤錯誤 或者打工事的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作為一個打工仔 你鬥的都是萬來兩萬 甚至高一點 可能4、5萬的人工的時候 今天物價會變 你打人工會要追求物價衝脹的時候 我們看看 創業會如何幫助我們賺 取得這麼多的錢 會應付對歷史的生活所 所以今天有方說 創業絕分的是資金這件事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創業不一定是要求一個高成本 其實可以在淘寶開網 例如流行的淘寶這件事 網上購物這件事 其實不花很多成本的時候 你都可以同樣地幫人去到網購 可以自己創幾個分子 去賺錢的時候 今天好像工作根本就不全是低成本創業的時候 今天有方努行論證會成功呢 現在有方來講 其實穿著一個位置我們看到 今天有方同學 或年輕人因為挑發經驗 所以就不應該去創業 但今天我們正面見到年輕人 有的是青春的時候 你盡力一般拿來 拿少許自己的資金去投資的時候 你都可以不成功的時候 你都可以回去打工去累積 那麼多的經驗去創業的時候 反而你看到現在一路打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來自未來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 都會繼續圍住你 這個大工的收入的時候 你拿到的人工 只是能夠應付你當下的年齡資金 今天就沒有辦法去維持長遠的收入 這個位置 主持生平安俊各位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是跟我們調教萬七的數字 但是用你自己的作品出來跟我們說要我們討論中產的數字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斷就是拿這個晚生的數字出來跟我們談 其實今天有朋友說你整桌就以為作用很容易 但問題就是今天是不是真的更容易呢 你根本就沒有考慮香港的經濟狀況 我剛才有說過了 香港的經濟狀況之下 一個外向營的市場 很多的跨國大企業已經下來壟斷了香港的市場 例如說促積業 幽默 當勞 等等 已經是成為了市場上壟斷的一些企業的時候 例如說促積業在促積業裏面蠟燭 究竟他要面對這麼大的支援 這麼大的企業的時候又如何競爭呢 有風行李又論證 論不論證好呢 其實今天這篇題所說 於是有風行李就不斷跟你說創業的好處 其實就是為了這麼多 就是創業能夠一夜之庫 但問題就是今天有風行李有沒有跟他們作出比較 有沒有在扣香港的經濟環境呢 有風行李的前置就是創業成功為能夠一夜之庫 但問題成功的人是不是真的這麼多 我剛才已經給了更多的數目 你說你聽錯誤的成功一巴仙都不夠 我們看到的是 甚至有風行李今天自己說的網店 我們看到的是原來網店可以回館的 都指了是一巴仙的時候 有風行李說 我聽到怎麽能夠做完一夜之庫 有風行李只是看這些少數成功的 我當然知道了 怎麽可能會有成功的人 但問題就是是不是大多數的新年人都是這樣呢 就沒問題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相反了 打高是怎樣的 打高原來我們看到 證明大學出來的平均是有2.9萬元的月薪 甚至有風行李一個字 你都會講的 很多個都有2萬元的月薪 你就可以慢慢地穩健地有一個升 如果一些例如香港經濟的狀況下 有些誇張的大便來香港 提供了那麼多的側軌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穩健的晉升階 你可以慢慢地有5%的一個薪金的帳幅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地累積自己的財富 更加不是做到有跟我們所說的智庫嗎 歷史有跟我們今天分裂了一點 就是分裂了創業 為我們帶來的 為青少年帶來的一堆精神壓力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有95%的創業的青少年多條師 正正因為創業 所以帶來他們長年的負面情緒 甚至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是有很多創業失敗而自殺的例子 你可跟我們的圖有什麽力呢 以至於這一群青少年需要承擔 那麼大的精神壓力 而他們可能最後真的要負責金上 那麼大的精神壓力 又做不到有跟我們所說的一切智庫呢 但其實今天有跟我們說 你只是討論了失敗 我們現在就是討論了創業成功的人 我們看看失敗的人 有跟我們說創業失敗的人不要緊 我們來用安全網 如果我們來用安全網的時候 那我為何做做創業呢 我直接什麽都不做 直接在那裏等政府養我去 那我做什麽要創業 更加做什麽要創業的創業呢 所以其實今天有跟我們說 很方便到的是什麽 原來青少年打工 我們看見是壓力更加小 而且能夠做到女職財富 還有跟我們所說的智庫的時候 為什麽不是這一點你更加好呢 另外現在長壽 我們看到長壽期下 他覺得打工是方便利打工 我們現在越深蹤過你宅家的時候 他證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都不能發揮的時間 通話我通常的時間 如果是本人宣布 我們一方性的時間 現在我們可以彈出 我說如果我看見沒有解釋 而會在裏面也會多些 是本人的解釋 如果我本人自己出現的時候 我真的可能 裝的字不應有 即原存給亨然 雙眼所謂的方便 他根本就算 我們要看他身上是否有問題 他身上是否有問題 如果我好之後看到那個戰 還開始變成多塊的位置 才發現 請問你香港所說的 二萬四年以赴的食生物所需 但我先問你 我先問你 為何現時香港青年 只不過是有2.580斤 2.2成的人是想抽屜的 有香港的問題 有香港跟我們說 創業壓力大會自殺 有可整成的壓力 就是存在壓力 有香港有壓力嗎 有香港有壓力 不如你解釋一下 為何只有2成人是想創業 多數有香港已成為打工的壓力 其實打工是對著勞制 逼迫的時候 甚至是你不買的 你不買的工作 或是八號工夫 都要回到公司的時候 都問無論甚麼工作 都要和你變成壓力 我來解釋一個 你有好一點 那麼好結果 即是創業那麼好結果的 讓你生活能夠更容易 有香港跟我們說 進入症状的關注目的時候 他甚至不用創業 即是因為你創業失敗 最後得到的成果的時候 即是你創業 你才有他會成功 說他失敗的時候 即是創業是首要的成果 有香港 有香港同學 你有反力 我有反力 大家也有反力 但問題就是你都要比較 有香港同學 今天要比較的就是 原來只能只有兩場人 是創業 就是因為其餘的八十年都知道 要面對著現在香港 營運成果那麼高的地方 壓力很大 同學 你知道嗎 現在的衝擊是行軍的地方嗎 同學 同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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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導者會有很多個大公仔在為他工作的時候 當然大公仔是很大壞人的 現在是有房子來說 二萬九不足足夠影子人生的生活 現在是有房子來說 有二十二兩成的人 其他其八成的人都選擇他大公仔去參加 因為他們關於現況的生活 他們覺得就算他死難難去打 他慢著他吵枝不吃不住 不吃不住 他死有重量吵枝時 他都不選擇他創意 這是他最好的是否有副樂意的口果 我和我成本上說不去 其實他都知道 那種全家青年要創意是難的 你今天說不去的時候 不得要比較 但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都會說二萬四的收入 大公仔不明白為何應付他 你解釋一下他那方面 你不想看你現在現有充分 身為一萬四的一萬八 但現在我們可以見到很多 有很多通脹 很多通脹的聲音 都不如說不上現在的生活 你升的時候 如果我們怎樣說 現在的聲音 可以更加昏迴到 我們今次主要的需要呢 你跟我們見到大公仔 原來可以一直這樣升 一直升 一直升 一直加升 有心同學連壞了 一種創意的心涼 如何創意的動脹 聲勢如何應付日常生活 我問我怎樣應付不到日常生活 現在大公仔生存在世界上 證明是因為他們應付到日常生活 你告訴我 創意的動脹 你告訴我 創意的動脹是真的無量 有一個動脹 有一個動脹 我們說為何人長得大 是 人們照樣在的時候 是因為他們一直在乏世界 而不是因為他們應付到日常生活 有一個動脹 然後有一個動脹 我們說 他真的應付很多動脹 不如你真正告訴我 創意的動脹是否真的過得好成功 你講了百分之給我聽 如果我問我們創意的動脹 是否本身沒有人的分別 是的 政府會給一個青年創意發展基金 給他們提供資助的 他們實際上 如果非政府的時候 會有一個共產辦公室 由一些傳統的保育公司 和初創的公司 他們共同找出入獲取更多利益 去協助初次創意的公司 他們去扶持 直至有些時候 為何他們沒問題 政府的計劃給他們 實際上 都不想可以得到這些計劃的公材 有人說 你參國議員 都連一個打工師傅的實質數字 都理不出的時候 有人說怎樣 和我兩者 就是打工 我從麥當勞做到分野基金 只有兩萬元 怎樣做到穩育四萬元 過月 足夠以後會有的生活 我還沒幾種 你都放明明 他都很厲害 打工等於我們這批街路 他是打工 他打工國底 你都和你有論證 究竟有多少個人 真的留到你的創意 創意 資助真是成功的菜 真的成功自動 究竟有個行程 論證有多少位 有真是可以做到自身高的 利益 有可能我今天 最高位的花絲全都是 原來最高位的 一花絲的收入 原來我看到 有幾千萬的收入 很多人都留到利益 有可能我這個不太重點 有可能你懷疑 有可能你懷疑 有可能真的留到你 那個創意的資助 你覺得這個資助 你不知道有一個想法 有多厲害 正當的用力是太遲 但是當時在聖遇 53年 我用自由開場 多為一位 有可能 其實今天有什麼 不可以不可以 自由開場 已經是不對 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問 我們所謂的精神壓力 我們所謂的精神 就是跟我們精神壓力 說不可以 我方見我 我們是簡單的 原來我們見到 我們有可能我真的做過比較的 就是見到原來 有九成五的一個 青少年人 甚至有創意的長期 把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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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在這幾個數字之外 告訴我 究竟創意的創意的 創意的創意 於是 有可能原來我們說話 跟我們說 他們的收入 不懂 你根本何方是創意的 原來 剛才你自己在說 創意成功 或者是否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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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創意收快 如果創意收快 甚至是你這個老闆 看到一封 深深深深深的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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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對於 laying underर 中清的要那麼正式 老闆 你是場的 找人家生例 不懂 父親 跟他一樣 可以把老闆 是不是一般的 特色的 有些人 有些人 像是一般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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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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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